我对大家没什么特别的要求 就一点 如果决赛的时候 我不小心跟冰封一样倒霉 又拿了什么倒数第一了 倒数第二了 你们到时候不要落井下石 好吧 谁都有倒霉的时候 为什么 我们打的本来就是决赛权 对吧 如果我去打个常规赛 打个七八轮 打了一百多局 最后积分是垫底的 那谁都可以说我 你打个七八轮 打了一百多局 最后分数是垫底的 那你不猜谁猜 对吧 你说你一场比赛 打个五局 打个六局 哪怕今天也就打个十局 对吧 那打的人都有状态好坏的时候 人都有运气好差的时候 对吧 也不是说我拿了第二 我就是全场打的最好的 对吧 也不是说侧谋倒数第一 他就是打的最烂的 不能这么说的 对吧 我们平时做直播的 天天要么解说给你们看 要么打败给你们看 咱们什么水平 你们心里有数 有的人就是为了黑而黑 你懂吧 所以说今天啊 我们这个基调先定一下 咱们 咱们 只论功过 不说对错 好吧 首先我们先说一下 今天最要演的还是这个孙昊主 对了 这个孙昊的手牌 我看不到 所以说你们要是有记忆的 记得跟我说一下 我总觉得这个孙昊 不太对劲 这次第一局运气不错 跑上来就选到一个超级许优 第一局就有许优 运气属于非常好 等一下 我这边 好像这个得改一下 对 我把它拉一下 拉一下 让大家看得舒服一下 再拖一下 再拖一下 这个可以吧 怎么样 咱这个 咱这还是非常照顾观众的情绪的 这个没啥好说的 对吧 先拿锦囊跟基本牌 过过牌 那没有过到需要的 那铁锁就不要了 换掉 换掉以后搞了一张顺手 然后摸一下 这个嘛 这铁锁连环也不急着换 看到没有 因为没有第二张黑桃 你这顺手肯定要用的 对吧 这个很简单 然后 杀一刀 你们先游戏声音大 那我就调小一点 这个调小一点 很简单 好 好顺过来 顺了一个五五 那不用说了 咻 董云肯定是我的人 这边孙权跟陆继 都是那个 孙权跟陆继都是名的敌人 好 开五五风灯 对吧 没啥好说的 董云肯定帮忙挡 然后我跟你们讲 我正在考虑是拿顺还是拿乐的时候 怕差 超时了 第一局就刮皮了 正常人就算不拿乐也是拿顺的嘛 对不对 结果第一局就刮皮了 真的 我真的在考虑拿顺还是拿乐 有的人可能会说 这肯定是拿乐呢 干嘛拿顺啊 事情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局啊 刘表跟李如 谁内 谁内谁反 其实就是谁是中内 谁是反 不一定 你贸然拿个乐呢 你也只能拿陆继 你也只能去乐陆继 对吧 那不如把乐给一季去考虑 这个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的 要么就直接把乐拿了 带个节奏去乐陆继 对吧 结果我一刮皮 好好的过拆不拿 拿了个顺手 然后这边的话呢 李如是拿了个陶 董云是拿了个顺 这其实很细节啊 就是李如拿陶 董云拿顺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李如不拿 李如不拿那个顺 拿了个陶 把顺漏给董云了 是不是个反 这边一季肯定是反 因为陆继跟孙权在这嘛 你还要去想 一季是个宗之类的 那这个游戏没法玩了 你知道吧 关键是一季真的很猛 真的很猛 这边那个 咱看一眼啊 侧谋在这啊 就是陈希 陈希真的很猛 他就敢直接乐李如 我是不敢乐的 真的 我是真的不敢乐的 真的 我是真的不敢乐的 因为刘表看着很像内嘛 当然刘表当反可以 这个刘表很强的 不是我们老服那个刘表啊 不是一个东西啊 所以说陈欣这位玩家呢 真的是很敢背过 我问你嘛 如果一季乐了李如 最后李如是反 刘表是内 他是不是得被弹幕喷化了呀 是不是得被喷化了 人家有人家就有这个勇气 背这个锅 我是不敢的 我直接乐陆基 我拿了乐 我也是乐陆基的 我不敢去乱乐的 你们说对不对 所以说呢 对于对于选手一些闪光点 我们要予以肯定 有的时候乐错了就乐错了 玩游戏有时候啊 就是一场豪赌 百分之五十的好赌 李如拿 李如拿桃不拿顺这件事情 他甚至有可能是装的 就是有可能是个中在装反 中内装反 希望一级不要去乐他 希望一级乐刘表 我觉得冰封应该有这个小心思 然后冰封就过了 对吧 这波的话呢 说实话 一级直接乐孙号是真的有点猛 正常来说的话呢 肯定是陆基或者孙权 那个方向乐的 因为你过陆基跟孙权 来强乐孙号 这个乐我觉得跳乐 还是乐的有问题啊 他乐李如是赌博行为 乐孙号的话呢 不对 肯定是乐陆基或者孙权的 冰封啊 冰封在这儿是李如 你们今天没看吗 怪不得这么晚了 还有这么多人在前面看这玩意儿 就很多人没看是吧 那行吧 那这局结束 我再把每局结束积分表 给你们看一眼好吧 每局结束也太夸张了 三三四吧 三局结束看一眼 这局结束给你们看一眼 再过三局看一眼 三一一三三三嘛 这个照顾一下后来的观众 回放估计是放不了 中央那个方天三杀得玩 那是奶妈今天打的最臭的 不用说了 这局你看 其实陆基跟孙权联动 真的很凶的 一级这个跳乐 还是有点不对 但是他乐理如是真的刚 乐理如呢 我是给予肯定的 乐孙浩呢 我是一笔否定的 然后孙浩听过了 我跟你们说 这个听过率绝对离谱 这听过率真的是离谱 这孙浩啪啪淘一吃 复活了直接 这个没什么好客气的 直接拍无蟹就是了 还有一张无蟹也是我们的 为什么 因为我那个取消无蟹 取消的特别快 发现场上还有无蟹毒条 所以说这个无蟹一定是孙浩的 你看表哥有无蟹非常爽 然后我正好拿到一张戒刀 他们还在疯狂的循取动影 接下来就是这局游戏的分水岭了 首先借刀只能借古顶刀 那没什么好说的 古顶刀借过来 接下来就是这局游戏的分水岭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方块砂 一个草花砂 排序稍微好一点 可以把孙权剁了 对不对 排序稍微好一点 可以把孙权剁了 那如果是路人局的话 估计没有人能够忍得住 而且看上去孙浩是三写三牌 看着还可以 好像也不是那么容易推死 对吧 然后呢我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呢 还是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可能也是赶照刚才一击 赶背这个锅去乐理炉 那我这个位置去打死孙权 也太对不起这三个残血的队友了 我自己状态也不好 还在锁里 我想了半天拖下去 太危险了 所以决定 就硬着头皮上这个孙浩 首先先火攻孙浩 结果孙浩 竟然没有亮红桃 这点我得背过 其实仔细想想 不如火里如 他手里有个明桃 对吧 我本来想火孙浩 他肯定亮红桃 结果这孙浩亮了个方块 打了我节奏 其实火里如 他估计会亮 会亮 会直接亮红桃的 那没办法了 当然这张火攻必须 这张火攻也没办法 这个火攻总不能扔了 对吧 那就强杀了 先杀一刀 然后过到一个桃 再陈掠一下 这不是两个那个红桃闪 但是不能丢这个红桃 丢红桃闪就不能打 第二张杀了 那就再杀 他如果再闪的话 我啪一下 这过拆他就裸奔了 对不对 他也不敢 后来没辙了 这个火攻再火攻孙浩 他也是亮方块的 我就去火里如了 结果冰封比谁都机灵 我跟你说 我只有第一次火的时候 火那个里如才有用 第二次火 冰封又不是傻 虽然我陈掠过了牌 对吧 但是他也肯定赌我有 没有方块的 因为我肯定有红桃 没红桃我干嘛去打这个火 然后陈欣这边 又乐上里如了 没想到 那这个借刀我就直接自己杀了 因为我自己杀是能摸牌的 对吧 我自己杀能摸牌的 而且还能给刘表控定一张杀 然后 表哥 神之一手 拆掉桃 冠尸腐杀 然后 顺浩有两张伞都没出 你们觉得 你们觉得一级借刀的时候 他那个伞是不是该出 我后来游戏结束的时候 看了那个排队记录了 这个顺浩手里是伞 是不是该出 表哥冠尸腐是明的 对吧 一级借刀我那张杀 他是不是应该出 他毕竟 对吧 然后这局的话呢 就这么结束了 那这局打完后面就 那个人物都出来了 好吧 这局打完人物就出来了 那有一些新来的观众 我再把那个竞技图给你们看一下 后面我不可能每局结束都给你们看的 再来晚了 那我只能三局一放了 因为 好吧 反正第一名是紫棋 紫棋今天还赢了一局 那个内奸 还是非常厉害的 第二名是我 我的话呢 今天身份还是比较 还行吧 我自己本人还是比较喜欢玩那个主攻跟内奸的 就虽然说这个内奸最后没拿到多少分 但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玩内奸 所以说我打的还蛮愉快的 然后 主中反基本都赢了 主中反基本都赢了 就哪怕输的一局中也是 内奸赢的话呢 我们主中不亏的 内奸赢我们主中真心是不亏的 反正被反的赢了 相当于就输了一局反的 所以说呢 最后是第二名竞技了 还可以 好吧 那侧谋跟冰封呢 是比较可惜 运气比较差了 我觉得 这个八月跟明兰呢 今天打的相对比较差一点 我们说有一说一啊 这两位倒数第三第四 这个 这个也是有那么一点就由自取的 反正陈欣跟奶妈最后也是进行 奶妈本来就是 本来就是冠军的候选人之一 对吧 这次晋级也是情理之中的 好 我们继续啊 第一局比较简单 咱们就不多啰嗦了 我们看第二局 我怎么觉得这是第三局啊 算了算了算了就这样吧 搞这个局数也搞不好了 这局真的是挺出乎我意料的 咱们看了就知道啊 这局还特别长 首先曹操砍竹质 你再砍竹质 顺手牵牙 顺地要关师傅 为什么 为什么有两个半个层子 这陈欣为病师则国泰民安 这录像出8个了我靠 等一下我得每个人都 我想起来了 我要每个人都这个样子 他们的那个 他们的那个身份才会出来 对啊 这样子一下 他们的那个记录才会出啊 这出来了是病 是那个 这个人是那个八月 下家策谋 好继续啊 这个牌不太好 我呢是非常希望有装备的 对非常希望有装备的 所以说呢 寒冰完珠质以后 我们就直接制衡了 这边把决斗制衡了呢 也是一方面是 一方面是这个局啊 曹操比较肉 不跳内奸的话呢 容易被打 再加上我真的很想要装备 不是寒冰剑这种装备 加减一这种你知道吧 然后侧谋很大方 给了我两张牌 虽然这个牌本身也一般般 然后 管路的话呢 是反的 这边中 然后这边冰封 我一开始觉得 他也是反的 所以我认为是曹仁 中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是曹仁中 然后 陈欣也觉得是曹仁中 大家都见识到了 第一局的时候 陈欣就敢直接忙乐的 这个局他更加敢忙乐了 对吧 然后 冰封这边骗了一手 徐氏空了顶 然后反手把牌给曹操 就没有人能想到 他曹操主也选曹瑞宗 这个 这个真是神了 我也是服了 曹操主他都选曹瑞宗 当然了 我们都知道 这个忠诚的选将框真的少 没东西选 情有可原 他应该不是故意的 从他后面的选将来看 他应该是努力在选了 就这两天看了我 那个 那个练习赛的人都知道 这个忠诚真的很难选 就没东西可以选 这个制衡完之后的牌 看着还可以 无中完以后 这边呢 不能让一级在这个位置死的 所以说呢 只能帮他解锁 然后随便锁一下曹瑞算了 一级开始援助这个曹瑞了 然后管路贝勒 这个我就没有管 为什么没有管呢 因为我想了半天 如果要是曹瑞贝勒了 我可以再诬谢一下曹瑞 不亏 不过后面的确是 小看了这个管路 这边这个冰凉寸段 本身就是我捣乱贴的 这个徐氏竟然还把它拆了 我本来贴这个冰凉寸段 就是不想让那个曹人 随便把我的装备去挪了 这个我肯定要放曹瑞出来的 这边还好曹瑞给曹瑞刀了 这波朱智被两刀打死 然后这个局我知道不能杀一级的 所以就没有动 只是锁了一下 这边有个问题就是 一级是不是应该把牌给曹瑞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徐氏才会去乐曹瑞 不然的话徐氏就直接乐曹操了 还是挺难受的 其实打到这里 我看那个徐氏要收管路的时候 我觉得这局机会真的好大 太爽了 结果紫期是硬掰那个队友 不给收 硬掰队友不给收 这个是真牛 比较硬掰队友不给收 然后曹操是把曹瑞解了出来 当时我就在想 这曹操的乐不管了 你把曹操解出来 然后更离谱的是 无限就这么打光了 我当时就在想 为什么曹操动一下不就行了吗 我当时是没明白 他们为什么就这样打掉了 我觉得不对 肯定不对 这怎么可能曹操乐就不管了呢 结果这个曹操这桃园一开 瞬间局面又没有那么好了 就很难受 再制衡 铁锁连环 那就没办法 只能再铁锁连环 打一刀了 我只能续报决斗了 随机应变 不失礼数 顺手牵扬 兼臂青野 以错敌锐 这局应该是 这个大概是我最后悔的一手了 其实就那么一个桃 我当时想救了以后 我去收管路也可以 我实话跟你们说 这局其实输在哪呢 不是这个桃 其实跟这个桃关系也不是那么大 我要知道有后续的话呢 我肯定不拿这个桃位了 这个桃其实一点都不离谱 你们仔细想想我后面发生了什么 首先一级会被管路砍死对吧 当然了一级最后竟然技能都不放了 就在我的概念里 主中应该还有桃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级就这么求死了 主中也没也没求太多桃 就求了一个吧 关键是一级自己 他也不放技能看不懂 我是希望两个人一起死的 一级没有死 让管路先死了 我肯定不好打 然后你们要注意了 就是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曹瑞有牌给曹操 对吧 曹瑞有牌给曹操 曹人为了 曹人为了让曹操 不天过 他只能不翻面 对吧 他只能不翻面当白板 那那么问题来了 我现在能动的话 管路是不是死了 我现在能动管路是不是死了 那这突然间从天上掉下来一个乐不死死 我又不是没有虚报牌 我要手上三张伞 你们喷我就管路 也就算了 我要预判多少东西 我要预判曹操有多少桃 我要预判一级有那个机缘 跟个神兆云似的 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能死 然后 反贼肯定得去乐曹操 为了空顶这个乐 他肯定不能翻面 那不就是曹人白板吗 带个徐士 对吧 有多难打呀 那天上掉下一个乐我呢 怎么办呢 没有这个乐我 没有这个乐子 有什么不能打的 曹人连牌都没有 你们现在来喷 我不敢 不能救管路 我问你 我能料到一级求死吗 我能料到曹操不救他吗 我能料到天上掉个乐吗 你当我是诸葛神算呀 我怎么预判乐呀 管路给徐士一张乐 徐士去乐曹操 这还能再来一张乐的 这什么排队 这新排队好吗 上哪找乐不死书啊 那这个中了乐不死书 后面的确是崩了 这个乐一中 我就知道崩了 那我能怎么办呢 那不中这个乐 我有决斗 有制衡 这管路 这管路还能上天不成啊 这曹人连牌都没有 我问你们 我不中乐 我不说一定赢 反正反的也肯定赢不了吧 我跟你说 我要降也就降这一局了 别的局我也不跟你们降 你们说 我如果没中这个乐 我打不死管路 最后被反递吊打 你们怎么喷我都行 我就问你 我这个乐是哪来的 徐士被管路硬卡 那么徐士是不是只能摸一张乐 他又摸不了两张乐 凭什么曹人裸摸一乐了 你告诉我呀 凭什么曹人裸摸一乐了 徐士的牌都被管路管住了 徐士还要拿一张乐 排队里就两张乐 曹人就会裸摸一张乐 这我也能撂得到 后面嘛 是崩了 过了一轮之后 反递的过排量上去了 开始有逃了 而且这曹人怒开两无中 我他妈都没见过那么多无中 他一个白板 没翻过面的白板 给我怒开两无中 那也只能印象输出了呢 早一轮管路必死无疑的 就是中了个乐 你们也别跟诸葛神算的一样 我跟你说 如果管 如果最后的结局是管路死了 会怎么样 徐士跟曹人两个人 杀一几 疯狂集园 曹操疯狂拿套救他 然后曹瑞也反手 开始保一级 一级把牌给曹瑞 曹瑞直接把牌给一级 然后徐士跟曹人这俩挂皮 没了管路就跟废柴一样 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打 就是要一级跟管路一起死 当然了 这局最后局面失控了 你们的确是可以说我没控好 但是你们要说我瞎救 这个我不认的 我跟你们说 这局输在哪 还是输在运气不如奶妈 人奶妈就能裸摸无中生有 我就摸不到 那后面也不用看了 后面就是被两个反吊打 对吧 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局的失败 的确是我自己的原因 没什么好说的 至于去怪策谋什么的 那大可不必 那就真的大可不必了 谢谢你好再见的高能预警 我觉得策谋他求死 可能也是希望换我死终吧 其实我也没拿他怎么样 我什么时候对他下死手了 我每次都是一边打管路一边打他 我要想打死他 我早弄死他了 我根本就没想打死他 我只想让他帮我拉点嘲讽 谢谢你好再见的高能预警 好我们来看这局 这局是第二局的反贼 对 刚才我不小心把顺序打乱了 这局是第二局 刚才那个孙权是第三局 这局是星采 你们知道我的排风的 什么东西过排大我就选什么 过排大的 实在找不到过排大的 什么生存能力强选什么 过排大的也选不到 生存能力强的也选不到 那就只能 那就没办法了 还有就是我特别喜欢选卖血 国家了 寻遇了 全部都是我的爱将 爱将中的爱将 有国家有寻遇 除非有什么特别神的 比如说沙漠科 否则我是 基本上会选 国家寻遇的 沙漠科 沙漠科我都一次都没看到 小欧敦那局别急啊 你们有耐心看完就行 我们接着看啊 这局还是比较简 我跟你说 最神那局 其实是我土鳖那局 我土鳖那局 真的 就我今天 我土鳖那局 真的我就配得上晋级 我就跟你说 看我一招 铁吉利孤独 这边沙漠科杀流奇 就是内奸 不用说了 对吧 沙漠科杀流奇 必内奸 中的话估计开始杀我了 谁有空去杀流奇 说不定杀到内奸 我们动了啊 这个牌多就是任性 对吧 牌多任性 既然土鳖带节奏了 我们就直接上 这没红桃我也没折 有两刀的机会 那直接砍 砍再砍 对了 我记得 心服的那个心采是 杀了以后再判也可以 是不是 有没有人给我科普一下 这边的话 索性 把孙浩连进去 妨碍对面输出 是不是先 是不是先 是不是先杀 再判定也可以啊 幸福这个心采 有没有人给我科普一下 是的 对吧 多谢啊 那这个心采挺灵活的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边土鳖疯狂发牌 我不是我吹 土鳖真的强 特别强 巨强 这里的话呢 大桥直接盲成功跳钟 大桥钟可以的啊 我实话跟你们说 孙浩主攻局 戒桥钟不弱的 他甚至还有帮主攻解乐的能力 也不怕盲 大桥的话 有琉璃也不怕被盲 所以说呢 是一个好钟 黄盖就不用说了 话说 话说我真的没办法 这个不管怎么样 他那个ID都是掉不出来 只能每局给你们看看 然后这局的话呢 这个成功是那个 成功是冰封 那这个刀不敢给啊 给了黄盖不得了 然后这边成功吃了一发支持 这里的话我特别虚 我先跟大家认个错啊 这个无懈可击是打的不对 这无懈可击是打的不对 应该保乐的 那么我为什么打了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 就是我探到场上有第二张无蟹 我探到场上有第二张无蟹 所以我的想法是 如果对面也有一张无蟹 那成功这个乐死 肯定出不来 所以说呢 不如妨碍对面输出 然后呢 我最怕的就是黄盖的那个 九火杀把两个队友带走 那我这样打无蟹的目的 就是让黄盖不敢打九火杀 但是我后来 事后我想了想 黄盖不能打九火杀 他打个火杀的话 其实孙昊不上 反的也上 这无蟹可击的价值就一般 另外的话 他真有九火杀 他也可以来 打穿我的藤甲 所以说这个无蟹可击 交的不对 而且呢 我还犯了一个 行而上学的错误 就是 我的确探到外面有无蟹可击 但是也不一定只有一张 说不定有两张呢 这种情况下 我那张无蟹不就举足轻重了吗 对不对 于是乎呢 冰封这局就被我坑了 这局冰封的确是被我坑的 他两局没动了 太可怜 这波反手成功的牌就被顺了 也不知道冰封被顺了个啥 这个无蟹可击 应该是我打的最臭的一手了 今天 你们说那个孙昊主那个无蟹可击 其实不臭的 原因我等一下跟你说 好 这边那个 冰封被顺了套 对吧 这个也不怪冰封 虽然说在孙昊边上 大概率是会被顺的 那你 哎呀 这还是可以 咱别的不说 这藤甲还是很机智的 为什么敢穿这个藤甲 因为嘲讽在土鳖跟成功的身上 嘲讽在土鳖跟成功的身上 我们就大大方方的穿藤甲 尤其是刚才孙昊已经被我锁进锁里了 这个藤甲真的 咱别的不说 如果说熊哥甲有真正的主人的话 那他其实不属于熊哥 他应该属于我 这个乐很关键啊 不然的话呢 就沙摩克收割的节奏了 这波 这个奶妈这局真的是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啊 咱就说这个藤甲牛不牛逼吧 熊哥子弟 何距于天下 真太牛逼了 然后沙摩克中了一个关键的乐不思绪 这个如果沙摩克不中乐的话 估计这局沙摩克收割了 反正我很危险 我非常危险 然后 你们觉得我今天的运气是好还是不好 咱们下意识的想一想我今天这个牌的运气是好还是不好 咱们公平点说 一局一局说 然后最后统计一下我的牌是好不好 这局肯定 肯定不好 这局不用说了 肯定不好 摸了那么多牌 这都可以去黄天了 我可以黄天六轮 六轮我都黄天不完 总算有个加一满啊 打一个黄天杠啊 这个打一个黄天杠特别牛逼 这个问我讨饭 这个肯定是要刀 肯定不是要杀 肯定是要刀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出完杀了 他问我要杀是不可能的 对吧 所以说肯定是要刀 这个就不用想了 这波大桥被冰 但是冠石斧还在 但是大桥他太小看我了 紫棋这个 紫棋这个乐刘奇 是因为他觉得我死了 所以乐的刘奇 对吧 但是呢我没死 当然这个也是赌博式打法 不是紫棋坑 他就是赌博式打法 然后诚心的孙昊 这波这个朱雀雨扇 挺吓人的 圣贤出一个无懈可敬 不要犹豫啊 不让孙昊开无中的 残局的时候 无中生有是一张很神的牌了 赶紧闪掉 差一点点 这个戒刀 我说要跟你们说 沙摩哥这个戒刀 是真的很不应该的 这戒刀直接把大桥害死了 大桥在的话呢 大桥在的话呢 祖宗会 就这种一血大桥 活着对内剑没坏处的 就哪怕进主内反 你沙摩哥拿这个刘奇 都没什么办法 你知道吧 进主内反 沙摩哥拿刘奇 都没什么办法 这个叫丙丙的玩家 真的 这个戒刀真的是坑 他觉得把我跟刘奇 乐上就没事了 谁跟你说没事了 我就算死了 他这个主内反也非常难打 这刘奇 刘奇这局主内反有多强啊 一个讨犯 回合外避跃三张 你沙摩哥空得住吗 你肯定空不住 如果孙昊状态好也就算 孙昊这状态 肯定要留着大桥牵制 那个反对 当然了 也许沙摩哥本身 只是想拿刀 他觉得刘奇没有杀的 对吧 他觉得刘奇没杀 这个真的 我作为反对的视角 我都觉得 这个大桥一死 我们要赢了 那我在反对视角 觉得大桥死了 我们要赢了 那不就是这个沙摩哥在互打 这波 这波陈星真的是雪坑啊 这个真的是雪坑 白人两张牌 白人两张牌 他要么就死拆 把我桃拆掉 要么就往死里拆 他又 他又怂了 拆了一刀刘奇 他两张拆为代价 把我拆空 让沙摩哥能打穿 我倒也还说得过去 那这个就雪 雪 雪 真的是雪坑了 这沙摩哥没红桃 惨 这就腾甲真太强了 那有两刀杀沙摩哥的机会 但是杀沙摩哥两刀 杀沙摩哥就吉利孤独了 顶多杀中一刀 对吧 憋 憋就完事了 然后孙昊是真的 被这个刘奇 弄得生活不能自理啊 没大桥真的打不过 因为人一少 他孙昊马上就 就就没有那么强了 就开始变废了 你说同样是五张牌 那孙昊的那个用牌 跟刘奇那个用牌 那能是一回事吗 当然了 沙摩哥的牌运也是比较差 该有红桃的时候 没红桃 该有属性杀的时候 没属性杀 该有刀的时候 没有刀 对吧 咱们牌运谈不上好 但是呢 也不算太差吧 反正 靠这个藤甲 就一直没死 这边的话呢 如果孙昊出闪了 就把他拆空 留个八卦阵 这样刘奇讨饭他 就假如刚才孙昊出闪了的话 他不是一个古丁刀 一个八卦阵 一个牌吗 把他手牌拆了 刘奇讨饭 孙昊他只能给古丁刀 对吧 刘奇要是再有什么别的好怕 一刀斩 那如果他 不闪 那拆他手牌意义不大 就把他的那个 就把他八卦阵拆了 方便刘奇出出 这就是先杀后拆的好处 这个决定权就在我们身上 这边刘奇的手牌真的很吓人 你看这刘奇的手牌多吓人 最后这个孙昊 丑海翻波了 特别的惨 好 这局的话呢 就反正 今天我开场赢了两局 那刚才讲了 讲了四局了 讲了四局了 对第一第二第三局都讲了 给给大家看一个那个 给大家看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图了 有很多人进来问谁晋级的 那再看一眼吧 我也是被问了烦了 晋级的人就是紫期 半个陈子 奶妈 还有 还有陈欣啊 一共四位好吧 好 我们继续啊 下一局 对 这局又是我内奸 咱们今天十局拿了四局内奸 这局也是 这局也是 我觉得我跟你们说 孙权那局其实不挂屁 我跟你们解释了 孙权那局不挂屁 其实这局比较挂屁 其实两局内奸的话呢 有句话叫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嘛 就外行看来 孙权那局比较坑 其实我觉得这局比较坑 这局啥都不说 侧猛的话呢 是直接忙刘红 他忙得非常的猛 因为他觉得刘红 做别的中都好说 做曹批的中就扯单 好 拿套位 蔡文基 孙权 曹修 朱然 曹批 那既然侧谋忙了刘红 他就跟上输出去 就曹批就一起翻刘红了 这个没有问题啊 然后这局到我了 这局呢 第一回合呢 其实呢 是我贪小便宜了 贪什么小便宜呢 我想看看能不能就是 刘红直接被我收了 开个南蛮直接把刘红收了 这个我不是血赚吗 对不对 然后蔡文基陈琴 我当时是把蔡文基当另外一个中看的 没想到这个冰封竟然是个反 这个这点是出乎我意料的 然后刘红有桃 那其实这个南蛮开的就不是那么赚了 这边 他们不让曹批卖血 我正合我意啊 我还不想让曹批卖血卖得过头呢 那已经这样了 不可能放过这个刘红的 肯定把刘红收了 这其实其实是亏了一张南蛮 咱友谊所以真的亏了一张南蛮 跳个内奸 俩装备 然后孙权 且慢 这边孙权且慢完以后一切都还正常 对吧 然后这个成心的曹修突然爆发 这边的话呢 那个冰封的这个蔡文基措手不及 然后曹修强开无骨 当时曹修强开无骨 拿杀的时候我就知道这货要出联弩了 然后我只有一张无邪可及 实在是没有理由去打这个无邪 那么朱然拿乐 曹批拿无邪 这个我就不用管了 让他们去了 然后一人拿张杀 强砍 这边侵袭失败啊 如果侵袭成功的话 蔡文基被砍死 然后再杀一刀曹币翻猪人 这个就厉害了 但其实成心再杀一刀 蔡文基不就打死了吗 是吧 曹修再杀一刀蔡文基不就打死了吗 我说的没错吧 就还是我对曹修这个武将的技能有理解有问题啊 就是曹修如果砍一刀蔡文基 蔡文基是不是直接被打死了呀 然后他只要收个杀就能杀曹币翻猪人了 好像没有必要专门去杀曹币翻猪人 是不是 所以说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道去砍那个 曹币了 我觉得这三张牌他都不敢赌 那这个你这个终身胆子也太小了 是不是嘛 反正这一手肯定是很有问题的 好 起牌了 不过我是没想到这曹修竟然就这么起牌了 这刘红的手牌也是够烂的 然后侧谋 侧谋这个爆发是真地牛逼啊 吓了我一跳啊 那这个双曼剑啊 这谁这谁撑得住啊 当然你要我拿无邪可击就反贼 那不可能的 因为曹币有名无邪 我去打无邪可击 我去打无邪可击 曹币就打反无邪 我跟主攻对面无邪 那怎么可能 对吧 随他去了 这个蔡文基没用了 不要了 对 这蔡文基不要了 你带不走的 我会好好燃着 好 然后 打到这里的话呢 其实曹匹应该翻我的 我还是那句话 为什么我不打无邪可击呢 因为曹匹有个名的反无邪 跟他打了 我跟他对面一个无邪 血亏你知道吧 我的想法就是 反正孙权六张牌 助战一把牌 我被翻了 曹匹这瓜皮白板 对吧 曹匹状态不好 等一下 等一下 荀幽也没有 办法再刷曹匹翻人了 再加上我有个桃可以救主 我觉得可以接受 所以就 文思不动 结果主攻竟然不动 不翻我 主攻不翻我 我觉得可以 结果没有想到 这荀幽太猛了 又开了一难门 那怎么办呢 还是那句话 我跟曹匹并无邪 亏你知道吧 他有个名无邪的 我只能认栽了 我只能等曹匹把那个无邪丢了 曹匹肯定是白板 不用看了 然后这里其实 是诸然去砸曹匹 真的坑这一杂 这怎么可能去砸曹匹呢 你用脑子想想 也不可能砸 那么这技能锁定计嘛 对不对 这不是锁定计嘛 然后这里的话 关键来了 就是 就是 这里的话呢 其实 曹匹是有 直接杀 寻忧 带死 诸然还能让寻忧 置于一张的这个打法的 你同样是收牌 那肯定是收 诸然八张牌 怎么可能去收 什么孙权的 那个 怎么可能去收 孙权五张牌 你同样是收人嘛 对不对 你同样是收人嘛 你怎么可能去收 五张牌 不收八张牌呢 而且他这样打的话呢 就诸然对他有威胁 孙权也没有威胁 你知道吧 其实我当时的心里 特别特别 特别特别的犹豫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如果这个牌 让曹匹收了 他身上有名连弩 我基本上也没了 这一局也可以投了 我想了我有两个讨 对吧 逼着这个 逼着这个曹匹去捅朱然 那大家都好过 对吧 那曹匹也不傻 他第一刀不捅朱然 他后面也不会捅朱然 他就硬捅孙权 我当时只能祈祷 我说 要不 我跟你们说 这时候 我跟你们真心说 我是后悔的 我再说一遍 刚才那局孙权那一件 我是不后悔的 你们可以因为我输了 说我 对吧 没空好 但是输不是因为我拿套救 是因为那个勒布斯数 这一局我是真后悔 我觉得拿套救 一个反对可以了 不可能拿两个套救的 这一局我要赢 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曹匹有个9 或者寻优有个桃 就是我硬救孙权 然后到寻优的回合 寻优收掉反贼 就收掉一个反贼 寻优收掉一个反贼 然后曹匹收一把牌 那我 而且我还能动 我还能动 那这样的话才有机会赢 那曹匹收了反贼能赢吗 赢不了 必须是寻优的回合反贼 不能曹匹回合反贼 那么这种概率有多少 非常低 首先曹匹如果有9 9杀孙权了 曹匹不可能有9 其次寻优有没有可能有桃呢 那个大骑色收的三张牌吗 没了 就只有这么一点点可能性了 还有一种就是曹匹 怕死去反兽打竹然什么的 但是他也不打 所以我现在挺后悔的 其实呢 其实呢 迎面真的很低很低 就是要么送反 要么送主 那这局真的不如送主 说实话 不如留个桃 不如留个桃送送主算了 曹匹如果收了孙权 然后再收了祖然 收了我呢 其实呢 我分也高一点 死了一个钟嘛 四分 比两分其实赚一点 而且其实 祖然去收曹匈 给曹匹收 这他妈不是反坑那是什么 与其说祖宗在坑我 祖宗根本没坑我 就是你 就是反对在坑我 对吧 讲到那个 以牙还牙 以血还血 十倍奉还的原则呢 这局也不该让 那个反对赢的 这个我检讨 这局我真的检讨 我跟你说 十局里面就这一局 我觉得我是真的要检讨 别的其实都还好 别的呢 是真的是 外行在那边看热闹 你知道吧 外行以为你错了 其实你也没什么大错 行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至关重要的一局了 对 这局很关键 因为前四局 我是赢了两局反贼 输了两局内奸 分数一般 就是 当时因为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两局 前两局的话 我是9分9分2分2分 加在一起是20分 对吧 当时的情况是战略第一 但是呢 这个战略 不是战略第一 已经不是第一了 已经被奶妈超过去了 第二第三局的时候 战略第一 后面就被奶妈超过去了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分数 中等偏上的分数 所以说这局非常的关键 你们先看一下我的降框 你们乍一看 你们会选谁 我告诉你们 我看到土别的那一刻 我觉得这局有希望了 这个不得不说 咱们 咱们 咱们平时打牌打得多 做解说得多 看各种瓜皮录 录像看的多 就很多人特别小看土别 不小心被挡住了 是吧 不好意思 那再给你 那重新再给你们看一遍 好吧 重新再给你们看一遍 哎呀 不就是重新看吧 多大的事啊 你看 很多人会去选一些瓜皮 什么成林了 猪环了 丁元了 这种瓜皮就选出来了 对吧 甚至还有人选孙鲁班的 这个我们就不谈了 对吧 根本就没人看得上土别中的 我告诉你们 你们是不知道土别有多厉害 我跟你们讲 这个新版本的土别 厉害到让你瞠目结舌 首先孙修起手去搞了那个管路 我说实话 这个这个是谁来着 我看一下 侧眸在这 这陈欣 哦 就是那个丙丙 对 这局这个孙修啊 他还有一手严重的失误 首先啊 他起手信黄盖跟黄中 我就挺讶异的 可能是在他眼里反的太多了吧 他估计把我也当反了 所以说他就信黄盖跟黄中 还好他信黄中没信错 这波不说了 直接给主动两张 然后 陈欣的钟歌是钟 哎呦这太好了 陈欣如果不是钟 这局基本上量了 我跟你说 黄中黄盖两连动 这个孙修肯定没了 伟群正前 不准向突袭 好再砍 拿他喂一下 乐不思蜀 这 因为我们跳过中了 反手贝勒 这个其实很头疼的 这一首贝勒真的很头疼 然后管路又要开始 因乐不思蜀了 然后张继的话 我们知道是内奸 对吧 这个乐不思蜀被反病 动不了 那么起手非常的被动 黄中被打残 我只能说 还好黄盖没有距离 黄盖有距离的话呢 这个孙修肯定是凉了 那么黄中帮忙挡刀呢 肯定不是坏事了 总比我被打死 或者孙修被打残的强 好 这边孙修捡一马被拆 然后冰封这边 都选迷竹了 也是挺难得的了 说明他这次真的很努力了 两个神乐啊 但其实呢 这个乐乐的不好 黄中那个乐呢 是不会中的 打的正常一点 是不会中的 你知道吧 打的正常一点 是不会中的 所以说这个乐乐的不好 这个乐呢 已经可以考虑 直接往我这个方向乐了 就黄中呢 死就死活就活了 这个他管不了的 然后我们赶紧摸牌啊 关键点来了 这个时候呢 我跟你们说啊 这手孙修就真的坑人了 首先啊 孙修的这个心学 他是可以自己选择人数的 孙修心学 他自己可以选择人数 你知道吧 他可以选择一个 两个或者三个 那么他选了几个呢 他选了 四个 但是张继本身是 裸摸一张 所以说相当于选了三个 对不对 选了三个以后呢 是他控一张顶 黄中控一张顶 我控一张顶 然后呢 我这边呢 是有选择的 是摸一或者摸二 然后你们想想看 第一个控的是谁 是孙修吧 孙修的牌是最多的吧 对吧 孙修的牌是最多的吧 你们想想看 孙修控一张 黄中控一张 土鳖控一张 我那张牌是 不可能拿来当判定牌的 要么是黄中那张 当判定牌 要么是孙修那张 当判定牌 那么问题来了 是你 你拿什么当判定牌 我跟你讲 孙修起手 就让我给他摸了两张 他手上的牌 多的不得了 我根本就不信 他没有红唐 我根本就不信 他没有红唐 然后 我肯定给他摸两张 结果搞笑的来了 他排队你空了张杀 我也不知道他想干嘛 这张杀 要么是给我的 你给我个杀干嘛 所以唯一的解释 就是这瓜皮 连土鳖的技能都不知道 然后非常非常关键的 黄中的回合 大家看看黄中这什么牌 一个借刀 一个顺手 一个借刀 一个顺手 黄中一血 边上就是连弩 而且是一借刀一顺手 边上就是连弩 这牌我也是服了 看到这里的话 肯定10个人 有9个人觉得这局要服 黄中再挣扎一下 然后更离谱的是黄该 怒吃三刀还能打方天三杀 奶妈今天真的是 我跟你说 奶妈是成也方天 败也方天 然后反对已经嚣张到 连着内奸一起打了 好来个顺手 略命 抢走 这边张机总算有装备了 那现在的话 谁都打不动 就反手打迷竹了 好到我们了啊 无中生有 顺手倾扬 顺到闪 9杀 这个顺到闪 其实蛮关键的 你们有没有发觉 冰封真的很倒霉啊 三张牌 陶就被拆掉了 主攻死了 三张牌 闪就被顺了 就吃9杀了 冰封不吃这道9杀 他输得了吗 我估计是输不了 赶紧逼乱 这波因为嘲讽不在我们身上 所以说八怪阵不要了 杀伞都留一下 好这边 弥足资源一下管路 这个乐是硬的 没什么好说的 只能靠我这个土鳖 疯狂的摸牌 杀孙修 然后 总算添过了一个乐 虽然已经有点迟了 但是总比一直中乐强 这次的话四个乐听过一个 这倒是平均水平 暂时不用吐槽 平均水平 这个他验珠不了没有牌的人 只能验珠这个有牌的人 所以说只能去验珠弥足了 然后 离谱的事情又来了 他是出牌阶段限一次 不是出牌阶段先开始时 你决斗完在验珠也可以的吧 对吧 你是不是决斗完在验珠也可以的呀 当然了 可能这个人就不会玩心服吧 就对心服的这个技能实在是 还不如我了解 真的还真不如我了解 那我们不说 反正能给两张给两张 给不了再拿一张 这边盖哥乍乡 然后我一张关键的闪被拆 非常的疼 这一刀中了非常疼 然后我现在的话 也没有避乱的加以马了 非常的危险 分分钟要死 这个真的分分钟就死了 说死就死了 现在这个情况 太危险了 然后这里不得不说 明兰大气的时候是真大气 当场略命一 来一发 我跟你们说实话 这局没有内奸帮忙 肯定打不过 我土鳖我再厉害 我打得再好 没内奸帮忙也是不行的 你看人家这内奸玩的多大气 这个勒布斯 这个冰凉寸 他也只能冰这个管路 没办法 到我们了 别问问就是断杀 那怎么办呢 麒麟弓 八卦阵 我跟你说路人局 十个有九个加以马挂起来了 主播局的话呢 像孙修这种玩家 基本上加以马也挂起来了 这个千万不能挂 我以前百坑的时候 讲过一次 就这一点幸福 跟老婆没有区别 赶紧把那个麒麟弓丢了 这个我不是不想留距离的 没有八卦阵要死了 开始摸桃了 总算摸了一个 大局已定 你还是放弃吧 只不过赶紧验注一下 冰凉寸段 这两个冰凉寸段还是挺牛的 我跟你说实话 这两冰凉寸段非常牛 那么这次的话呢 张继是空顶一张白银狮子 对吧 所以说呢 张继其实就是暗示我们 给两张 那我们这边因为 黄盖重兵 管路重兵 相对来说 我又没有那么危险了 而且我还有个九 我有个九 我巴不得黄盖浪费输出来打我 所以说那八卦阵 我又不要了 反正红杀也防不了 黑杀他也不打我 那肯定打孙修去了 或者打张继去了 那八卦阵不要了 要来干嘛 你看这黄盖就比较 而且我跟你们说 这一局很关键就是 给孙修两张的情况下呢 那个 就是可以断了反内 强偷孙修的念想 就是孙修非常脆皮的 我好歹有避乱 避乱这个东西还是很牛的 这波赶紧再拿一张 然后这边的话呢 因为我打黄盖没有距离 所以说呢 张继反手帮我去拆陆继了 这时候也还可以啊 不错 那我们怎么办呢 总算有逃了 杀一刀陆继 就是留九还是留盾的问题 那说实话 九的话没必要留两张 一张够了 盾这个东西呢 是可以在被压阵一血的情况下 丢掉避乱的 如果你没有了装备的话 你避乱只能裸奔 所以说呢 总的来说还是装备比较重要 这个是硬卡的乐 没啥好说的 然后这个乐添过比较关键 这个乐不添过的话呢 还是反贼优 当然现在反贼已经颓了 因为盖哥跟陆继的状态都不好了 对吧 反贼已经没有刚才那么嚣张了 这个如果中乐的话呢 还是反贼优 不中乐就反贼就烈死了 这个还是那句话 他不能验珠空城的 他去验珠陆继 这个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你又是先杀再验珠 又是不先杀再验珠 而且 这个为什么不把黄盖的橘子打掉呢 这个如果把黄盖的橘子打掉 孙修空一张 张继空一张 我空一张 我给孙修 我不给孙修牌 我自己摸一张 黄盖不是被空死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比较典型的 这个 就是典型的打牌不动脑 你想 你打掉黄盖的橘子 然后 你空一张 张继空一张 我空一张 我自己拿一张 黄盖两张牌不是被空死了 对吧 那他能干嘛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次为什么选择摸一了 就是因为排队顶都是空的牌 不可能让黄盖 不可能让 让我们自己拿烂牌 黄盖拿好牌的 不存在的 结果这没空那张就是桃 你看吧 这没空那张就是桃嘛 然后我又被乐了 你说这搞不搞笑 还好咱们过牌大 真的还好咱们过牌大 那我们要保乐的 对吧 没辙了 只能赶紧把酒吃了 这里不得不提 没有这个避乱里下 我早就死了一万年了 然后张继继续帮忙 然后九杀陆继 然后没想到陆继竟然死了 这个管路竟然 他在那边补算 命戒了半天 竟然没有逃 竟然没有逃 我估计张继也傻了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打死了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打死了 这次我无蟹出的特别快 为什么呢 无蟹肯定是 肯定是我们这边的 因为前面那个 打决斗的时候 打决斗的时候 我无蟹取消的很快 然后我发现场上还有一张无蟹 所以说呢 如果是对面 如果是对面的 不太可能在黄盖手里 要么就在管路手里 对吧 那如果不是对面的 我们这边 那就是孙修手里了 那我要打快一点 不然这张无蟹可就烂掉了 如果是对病无蟹的话 没有区别 这无蟹打的快慢 也是有讲究的 然后杀黄盖 没杀死就没杀死了 然后继续逼乱 牛逼就牛逼在这里 你知道吧 就是不管场上死多少个人 我永远是逼乱加四 这点比那个老福的 那个土别要厉害 虽然老福土别 可以回忆血磨两排 但是你避乱术不够 你回忆血磨两排以后 你就废了嘛 对吧 反贼就这么崩了 这桃源非常关键 然后这个决斗 非常的吓人 就这管路反手 就吃了个决斗 好 然后呢 我们自己安全的 情况下 尽量给主攻排 尽量给主攻排 为什么尽量给主攻排呢 倒不是讨好内战 我一杀一杀够了 然后这个也是细节 管路这货手里 就是断黑 没红就是断黑 南蛮入侵 一张杀防个南蛮够了 反正 打得过 真进单挑 孙修打张技也不虚 只要孙修的状态好 所以说只要保住主攻的状态就可以了 我自己的话呢 有这些牌够 心态好一点 这边张技 觉得我手里 反正我肯定有闪 他就 他就那什么了 他就去压 压孙修了 那开五谷锋 无蟹可击 两个人对并一张武蟹 然后那对不起了 这个关键的九杀打死 那后面就二打一了 二打一的话呢 就是求个稳 开始拆张技装备 不让张技能够舒舒服服的略命 他没有略命 他就白板 对不对 然后呢 再空个顶 然后呢 给那个 神秀牌 然后赢了 这局是 这局是我十局里面赢的最不容易的一局 这局也是分胜负的一局 这这局来的比较早 这局来的比较早 但却是分胜负的一局 就是 就这局的 这局的胜利 基本上奠定了 我后期 我后期能够拿 那个前两名的 那个什么 因为因为那个 因为这局啊 就是那个 炳炳他的分数一直不高 然后呢 我的话呢 赢了这局以后呢 我窜到第一了 五局结束之后 我战略第一了 知道吧 那么这样之后呢 我后面五局心态就会好很多 因为 五局结束第一的情况下呢 你很难 你很难说后面 打个五 再打个五局 打到倒数 第四了 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对吧 我们可以看一下 五局打完的时候 这当然这局的话呢 全场对象没有吃到 但是因为这个 炳炳的分数 本来就不高 本来就没有拿他 当竞争对手 你知道吧 这局结束的时候呢 这个炳炳他的分数 跟我还差不多 但是呢 本来他就不是 我的有力竞争对手 其实比较有力的竞争对手呢 还是像紫棋啊 奶妈 还有侧谋啊 陈欣啊 冰峰啊 这几个人 像盛明兰跟炳炳呢 在前几局似乎就比较多 所以说他们拿分呢 我觉得问题不大 当然这局盛明兰比较惨 最后也只拿了四分 我们来看下一局 那么前五局讲完了 接下来就是后五局 我是不是又开错了 开到倒数第一局 那果然 就是倒数第一局 咱们按照顺序说吧 好吧 这录像的名字就离谱 根本分辨不出来 哪局是哪局 孙雄可以验珠空城吗 不可以的吧 要改了之后才能验珠空城吗 对吧 改了之后才能验珠空城吗 没改怎么验珠空城 而这局特别特别关键 没有这局的话呢 紫期都不一定晋级的了 这波侧谋起手刮痞 黑桃莎莎懂允 黑桃莎莎懂允 有铁锁不先换 黑桃莎莎懂允 对吧 刮了一手 然后两个黑桃莎 特别刮 然后你说你起手 你先装黑桃剪一探一下 重要吗 对吧 万年启发 一击 这个不用说了 闪跟无邪可击 给侧谋 侧谋对无邪的把握 跟我一样的好 我对他有信心 无邪给他没问题 因为我如果强流无邪的话 我自己的手牌空间就小了 闪不用说了 百分之百给主攻的 对不对 所以没什么好犹豫的 然后 侧摸这个防御力 瞬间就上去了 不虚了 好这边两张牌给周泰 然后孙昊 这局的话 孙昊是陈欣 下家奶妈 冰封在这 我就说难得冰封还选许优呢 十局冰封 十个不同的将 我觉得冰封 这次真的很努力了 杀冬尹 然后打一个黑桃的铁锁 你看人家就知道先破佐定是吧 吴终生有 丢火弓 加一马盾 这牌还可以啊 然后杀一刀 孙昊 来了一个 方天化级 这个方天化级 我肯定是非常想要的 你们看啊 这个牌 如果重要给我方天化级的话呢 那方天三杀的人就是我了 对不对 我肯定不亏的 奶妈不知道 是不是看穿了我的想法 当然他如果杀我 我也不会亏的 我国家的杀我 我怎么可能亏 对不对 哦 寻优是 寻优是两闪一无蟹 对吧 那就给孙昊一张闪 对 寻优已经两闪一无蟹了 就不需要给寻优更多的那个闪 我们这边直接锁许游 为什么就能判断出 许游是反贼 王姬是内奸的 我跟你们说 紫棋这个人呢 选将 向来瓜皮 然后呢 冰封这个人呢 他 他玩内奸的时候呢 向来怂逼 所以说呢 冰封敢选许游 我就认为他是反贼 紫棋选王姬 我就觉得他是内奸 这算是打的时间长了以后 对各个选手的一点点了解吧 算是一点点了解吧 这也不一定准 反正就个铁锁而已 无所谓 对吧 当然你不可能不乐周泰的 你周泰 你起手被冬云给过牌的人 你不可能不乐的 所以说也不可能直接跳乐去乐许游 那我们这边把牌打得一干二净 说实话 作为一个国家 你真的 你就没见过这么牛逼的国家了 乐不思蜀 你们真别小看国家 你要看国家谁玩的 你知道吧 真的就 然后紫棋也没让我失望 果然是内奸去杀反了 这波去拆那个简易码也是帮忙 你知道吧 因为简易码范围内没有反贼 就孙昊跟王姬 这个拆简易码不拆连弩 明显是帮忙 就已经跳内了 然后许游开始开南蛮 这波这个许游开南蛮呢 因为是个黑桃南蛮 所以说呢 冰封觉得不亏 也不算太亏吧 是不算太亏 就是有国家在 有国家在 就大家一起发财 对吧 一箭发财 天下太平 这边桃子不能给寻游 给寻游他就只能吃桃棋测 那我现在问题麻烦就在 我这个桃要不要给孙昊 我当时特别犹豫 其实我手上留一张牌的意思呢 是想告诉侧谋 你可以棋测 如果不能棋测 我就所有牌都给孙昊了 但是呢 这个牌语不知道 不知道侧谋能不能看懂 五谷肯定给孙昊 因为五谷风能给谁都是废牌 那只有给孙昊不是废牌 然后 这边 因为寻游都是名牌 所以说许游就只能去打孙昊了 这点呢 其实可以看出 我们很久很久以前 不把闪给寻游 而是给孙昊 就可以吹一波大局关啊 那冰封这局是真没办法 他被个国家玩死了 杀 杀东云 没杀死 这波侧谋又刮了 这边许游空顶的明南蛮 他不掀开 这局侧谋这个宋佐丁宋的太多了 明南蛮不掀开 我后来仔细想想 其实这个逃给许游也行 因为许游南蛮应该是会空顶的 除非他不空 他不空的话 我这个逃给许游那就瓜皮了 所以说也真的很难讲 我判断不出那么多东西来我跟你说 谁知道他会怎么打 这波很关键 就这半戒齐发能不能给许游呢 这半戒齐发能不能给许游呢 我思考了老半天 我思考了老半天不行 这半戒齐发给许游的话 要么孙昊死要么我死 那还不如就给孙昊开 假如巡游等一下强行骑测半戒齐发 我逃为孙昊自己去死 那孙昊还能开半戒齐发 就这是我在短时间内想到的 至于这个刀 我要刀去打许游的 如果我活着我就拿刀打许游 我死了 刀没了就没了 反正孙昊也不是没有刀 对吧 这就是我短时间内想的东西 然后巡游觉得 桃子不太可能有那么多了 索性还是奇策无中了 这一手也可以 没问题的 他奇策万剑的话呢 或者难瞒的话呢 反正就是我为孙昊逃 我去死 巡游反正裸奔就裸奔了 孙昊能放万剑 这一局还是很有机会的 对吧 那如果他开无中生友 然后出两杀的话 那我们就血赚了嘛 那那中瑶为了保冬允 还得中乐 那我们就血赚了嘛 这不就牛逼了嘛 然后孙昊强行蚕食 这个必须蚕食 我就等着他放万剑呢 其实我跟你说 这这回和陈欣明显排序乱了 明显排序乱了 我跟你们说 先喝酒顺手 排语是什么 排语是我没杀 这个排语是我没杀 你知道吧 这不然的话 怎么会先喝酒呢 对不对 难道不是先万剑吗 你说这个排语 是不是告诉我 他断杀 要我一记他让杀 对不对 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 所以说他这个排语 是不是很有问题 他先喝酒明显是时间不够了 在那边思考怎么办 所以说就让我特别特别为难 我在思考 陈欣到底是给我做排语 告诉我他没杀呢 还是他刮皮了 那么你们想想看 我这张杀给他还是不给他 他做排语 我就得给他 我跟你讲 如果是侧谋 或者紫期这样打 我这张杀就给他了 那 那问题是 我比较了解成型 我觉得他是刮皮了 所以说呢 就没有把杀给他 因为我自己断杀 我需要杀去杀死游的 我这边 这张麒麟弓憋了那么久 我不去击杀死游 主攻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说我最后一记个桃给他 一记个桃给他 就是如果他还有别的什么爆发牌 他就尽管打 让他放心一下 另外的话呢 他一血流桃也很危险 如果他有两个桃的话 他可以吃一个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 我就不信他断杀 我觉得他就是刮皮了 所以说这局啊 这局其实有很多场外的东西 就我早就跟你们说了 我打比赛跟打路人 就不是一个人 你知道吧 就把打比赛跟打路人 这就不是一个人 然后开五谷风灯 这个五谷风灯很不错 又找到一张决斗 然后这里的话 就有个问题 是拿杀还是拿闪 其实我拿杀还是拿闪 都没用 一样的 当然我当时觉得是一样的 后面不一样了 就是我不管是拿杀还是拿闪 反正许优想拿到什么 基本上都是能拿得到的 那 我当时觉得我已经有杀了 而且是属性杀 那我就拿闪算了 对吧 那我拿了闪 好歹许优只能拿杀 然后决斗 决斗许优 我们当然 如果许优直接被孙号打死 那就最好了 对吧 那这显然不可能这么容易给打死 然后 最后的话呢 孙号是那个 被迫留了我唯一的一个桃 就是我给的遗迹的唯一一个桃 好我们继续啊 这里其实很关键 很多人说那个紫棋是躺赢的 你们看紫棋这张无蟹憋了多久 我就问你们紫棋这张无蟹憋了多久 正常那间前面那七零八落的那一大堆 早就憋不住了吧 早就憋不住打掉了吧 你看人家多能憋 而且多精准啊 没有紫棋保住这个桃没了呀 对不对 接下来关键点就来了 终于要开始刮皮了 方天九三杀 帅得不得了个了啊 我跟你们说 且不说这个是 且不说孙号那张桃是我遗迹的 就算那张桃不是我遗迹的 这个桃也是必吃无頤的 必吃无頤的 因为如果不赌 不赌孙号是桃 或者不赌那间出个桃 这句也不用打 于是乎呢 这一手就 这奶妈惊天臭手 这走不出去了 那别的不说 最最要紧的 肯定是主攻的安慰 先给主攻 那么在主攻的安慰 有保障的情况下呢 把牌给到孙号 保孙号一命 这里其实有争议 就是要不要两张闪都给寻优 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就是 王姬在许优的前面动 许优肯定会被王姬收掉 周泰又没什么能力的 对吧 周泰不就是个白板 所以我认为能够保住孙号的话 那这局我们赢的概率比较大 于是乎呢 我就 选择保一手孙号了 至于保这手孙号 是对是错呢 最后 最后主攻没事 那就赌对了 主攻有事 那就赌错了 其实那也就是个硬币的正反面 就是一个赌模式打法 因为孙号死了 我这个样子 后期大概率进内奸节奏 我也不想看到 就这么轻轻 就白白进内奸节奏 我这边反正留杀 我是不会留顺手 这种东西的 我知道我自己这个牌 大概率是没有了 我是不会像某些人中乐了以后 就留个桃 然后被人顺走的 然后我肯定是 这边的话 这是盛名栏应该是 对吧 这边盛名栏 因为没有距离 他选择去打中摇 他选择拆中摇 然后给牌 这时候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说实话 因为本来保不住许优的 就有机率保住了 我这边的话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了 这边你要说什么 周泰去拆许优给许优报 那给许优报的话 不一定能活 给中摇报的话 大概率能活 就人家也有理由的 你知道吗 你不能就这么说 说不给许优报 就是错的 各有各的道理吧 然后这局的话 其实看到冰封打铁锁 那一刻我还是挺虚的 我就怕他真有属性杀 那留着这个孙昊 反而还出大事了 丢个火弓 然后决斗一下孙昊 那最后的话 许优还是没能过到属性杀 这局其实挺悬的 挺悬的 真挺悬的 非常的悬 南蛮入侵 这里的话 行优顺王击了 这里的话 冰封有一个打法 就是决斗中摇 把中摇守了 就赌一个属性杀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还是不得不说 就是 要说搜队友 那那个知天忆 那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知天忆 那知天忆才是专业的 真正的专业 就要论搜队友 那真的是没有人 知天忆但凡有一线希望 他就百分之百收队友 这里不得不 这里不得不吹一波 知天忆 化身成盾 虎卫无主 然后这里就是 本局另一个巨大的争议手 就是这个九杀呀 他到底是打王击 还是打周泰 我跟你们说 紫棋从来没有被人看过 从来没有 没人知道王击手里是个啥 那么策谋选择不九杀 王击而是选择九杀周泰 因为他这个九没有用 你知道吧 他觉得收掉周泰之后 看守牌 运气好吗 搞个决斗 或者火攻啊 什么的 可能也就赢了 或者再收两张属性杀 或者收个拆 拆掉藤甲再杀王击什么的 反正策谋肯定这么想的 我跟你说 我作为一个忠臣 我这局作为节制尽忠的忠臣 最后呢 策谋做出这个决定 可能导致了不好的后果 但是呢 我不怪策谋的 我觉得 我觉得没问题 他这样想也没问题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杀王击 当然呢 他当时不知道 王击手牌事情 真的真的 真的也挺正常 最后被迫开桃源 然后给了王击喘息的机会 很多人觉得说 王击没闪火杀 王击凭什么闪火杀呀 火杀王击 王击闪掉 让重要打死巡忧吗 难道 这摆明了 这王击是故意不闪火杀 因为策谋已经吃了桃 这个局内间去闪 这个火杀干什么 我问你 假如王击有闪 火杀王击你接了 巡游打死周泰 不管他打没打死吧 你有藤甲 他属性杀你 你闪掉 然后呢 他打不死你 周泰 他也打不死 最后被迫开桃源 或者他打死了周泰 结果是一写的 被迫开桃源 或者吃个桃 两写两牌过 然后你 你这边还有一波能动的机会 我就问你 你作为内奸 你亏哪了 就两种结局嘛 第一种结局就是 主攻一波了 跟你进单挑 第二种结局是 主攻连一波都没成功 剩个周泰 你进组内反 他被迫开桃源 周泰还打不死他 我就问你 你内奸亏哪了 你这刀闪掉 主攻没得打 你也没得打 反对再联动 这边有一个一把牌的中摇 反手把熊游打死 我就问你 你告诉我说 王姬会闪那刀火上 你自己想想看 你玩那一件事怎么打的 我真不是想喷你 我跟你说 有的人的言论就是这么可笑 这波周泰终于死了 其实周泰死的那一刻呢 还是侧谋优势的 结果王姬 关键的这一回合的牌 特别好的 前面牌都很赖 就这回合的牌 特别特别好 又是寒冰剑 又是冰凉寸断的 然后九杀就赢了 最终这个 最终的话呢 这个 侧谋是被子齐打赢了 但是你要说子齐这局 就是躺赢吧 那也不是的 首先人家拿无懈 可及死保 孙皓那张桃 就冲这一点 这局他赢的就 不算躺 人家 人家本来就摸不到 什么牌的情况下 关键牌用在关键的地方 就没什么问题 这局我觉得 怎么说呢 侧摸其手 那个老不破佐定啊 这个是太瓜皮了 所以说这局输了 也是情有可言的 我只能说这局啊 你要问 你要问我哪几局打得最好 我跟你说 就这两局 就这两局忠诚打得最好 就是第五局 就第五局 十二分这一局 还有第六局六分这一局 就这两局打得最好 真的 真的 就就这两局啊 无可替代 就就你看 就让你见识什么 叫真正的忠诚 你知道吧 好了啊 打完两局忠诚 又来了吧 内奸 我们看一下这局 哎 我是不是开错访啊 我开错了 对 我记得我有四局内奸 这又又开错了 不好意思 哎呀 录像太多了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 哦 对 这局主攻啊 主攻主攻 这局主攻呢 赢的还是非常的那个惊险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降变的话呢 陈欣是一个无限 这边有一个远微瓜皮反 琴蜜 是个冰封 这边的话呢 是紫棋的观屏 对吧 然后这边有个无限 跑上来就能标个三个反 直接顺无限 没什么好说的 观屏的话呢 其实还有一点点中面 那我红杀完 他不容易呢 就一定是反 也不用说了 这局场上 这局场上一开始没有无限 你知道吧 我挺慌的 孙昊主攻 如果没有闺蜜的话呢 也没有多强 然后那个 因为那个陈欣是先 先装了几张牌 然后再挂瓷熊剑 杀的那个我 所以紫棋认为这个陈欣的排宇 就是没杀了 对吧 所以说呢 他也就没给这个正常 然后 这里的话呢 明兰选择锁 判凤了 还是应该锁 明反观屏 锁 判凤的话呢 有可能锁错的 明兵剑贤 辱为良食 当然也没锁上 打了个无限 这边的话呢 冰封 正好边上遇到了个曹瑞 非常的尴尬 我们死保无限 不用说了 就是无限 然后这边是致敬一下曹里哥 非常合理 好 这里边的话呢 侧模式内奸 就骚扰一下 然后因为 因为这个罪落要掉血 他不肯掉 就明内了 这边我们死死的捏着这张无限 死死的捏着 冰一下刘备 乐一下我 别提了 这个反正中乐是肯定的 必中乐 那我们这张无限可及很关键 对 然后 奶妈没办法 人得 火杀 然后 陈欣是真的没有闪 所以问题来了 陈欣真的没有闪 那他手牌是什么呢 对吧 好 这局你们注意到没有 我已经跟你们讲了 打比赛 全是算计 我刚才那局土鳖 那个无限可及 打得比谁都快 这局的话呢 我这个无限可及 打得比谁都慢 为什么 因为 我的两个中 肯定没有无限 你看他们的牌 就知道 这两个 我俩中肯定没无限 要有无限 要么是反贼的 要么是内奸的 那肯定先狗 狗到内奸 打为止 狗 别问 就是狗到内奸 打为止 当然他要是不打 我肯定会打的 那他打了 这一手就 碰到内奸了 对吧 这跟我 这跟我刚才那局 就是那个 要及时把无限出手 不然最后这张无限 只能当废牌丢掉 这些是非常非常非常 小的细节 我跟你讲 你如果不去打比赛 你永远也不会知道 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种细节 永远也不会 所以说 打过比赛 跟没打过比赛的人 那就不是一个人 你们别看我平时 跟你们摆跟讲 在那边扯淡 真正 真正要学的这种东西 你们学了也没用 真的学了也没用 那打路人局 没有用 打路人局 几乎没有用 这边的话呢 其实也可以先九杀 也可以先九杀 先九杀 逼反的 不出逃 或者先杀 逼骗反贼 出逃 都有道理 就先九杀 可以逼反贼 不出逃 那我这边 有杀加九杀 我想骗反贼 出个逃 然后再九杀 结果关平 两个逃 无限一个九 那就没区别 再见 这波的话呢 既然 既然有磁涌箭 肯定不能让对面摸牌 再见 然后因为比较虚了 所以说呢 就保九桃 没有保这个武蟹了 因为已经一兵一乐出来了 我觉得应该 对面应该摸不到乐了 哪有那么多乐给你摸 对面直接摸牌牌牌 还好说的 然后 葛瞻 葛瞻拿了一张牌 这边我跟你们说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喷我 这个无懈可击就出手了 我跟你说 我也很后悔 但是我也有理由的呀 你们想 关平跟奇蜜的回合都过了 葛瞻是空顶攀缝的 我说我一写主攻 他不可能空乐给潘凤吧 他有乐说什么也拿掉了吧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认为 潘凤不可能有乐不思蜀 对吧 所以说呢 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潘凤这张乐不思蜀 是藏的 那不得不说啊 这个 就这秉萍这位玩家 那这真是惊天妙手了 这乐不思蜀一定是藏的 藏的话 那就是真的太强了 那真的是大大的出乎了我的意料 那很明显 如果这一局 刘备那边没有摸到拆顺无懈的话 或者我没有天光的话 那就凉了 是吧 然后潘凤 这张杀杀的不好 他肯定是要我 他肯定不能随随便便丢牌的 你这杀我一刀有啥用啊 我能没有闪吗 没闪我能没有九吗 没九我能没有桃吗 对吧 就刮皮了 然后这边奶妈 仁德的一拆 我就知道这边那个 他给了明兰一个无限 我跟你们讲 奶妈 奶妈跟我一样 就奶妈打比赛 打的比我还多 人家这个就是经验 什么经验 他怎么就敢把拆给我 把无限给明兰 怎么就敢 怎么就敢不拆我这个乐 为什么 人家知道场上没无限 刚才借刀的时候 无限可一打 有反无限吗 没有 那这张无限 就是场上唯一的无限 给明兰打就行了 不需要我来打 拆直接给我 让我来决定拆什么 什么叫专业 这就叫专业 看到没有 什么叫打三国杀 这才叫打三国杀 明白吗 好这边的话呢 先无中啊 很多人说先男蛮 肯定不先男蛮 没无限 肯定不先男蛮 有无限才考虑 先男蛮还是先无中 有无中那就先无中 没什么好说的 然后丢牌 一个男蛮 然后曹瑞乃我 这波的话呢 就等琴蜜出杀 我跟你说 冰封这个杀 出的是不太应该 他要保杀的 他这张杀一出嘛 那反对就没了 然后这张拆先 不要露出来 因为如果要是 如果要是 拿不到这把刀的话呢 假如拿不到 这把刀的话呢 那就只能什么 铁锁连环杀曹瑞的 当然也可以对吧 也不是太亏 但是这样打的话 肯定不赚 那你说你去 什么诸葛珊去杀曹瑞 杀琴蜜 然后琴蜜 天变 然后两个人 两败俱伤什么的 那侧魔肯定不乐意 那你当然不乐意了 这个时候嘛 国柴就上手了 铁锁连环 这里的话呢 有的人觉得说 是不是把诸葛珊打死比较好 哎呀 我跟你讲 我当时这个陶亮 我当时这个陶亮 以随从父亲左右 是不可能有终身被打死 所以收牌以后 打死诸葛珊就完事了 就这个陶亮 是不可能有终身死的 当然你们要说 要打死诸葛珊吧 哎呀 我也无力反驳 反正这种情况 就是打谁都可以 但是打反得有三张牌呢 我可以留更多的陶给队友 其实差不多吧 打反三张牌 打内的话没三张牌 但是相对来说 反贼更弱一点 是吧 所以各有各的道理 这个局肯定是球完胜的 比赛局嘛 我不是要让侧谋一个中的分 那不可能让的 让侧谋一个中的分 那倒数第一不就是冰封了吗 当然这个也没什么区别了 这个 因为我当时没有空 去算别人的分 我也不知道 我就觉得比分咬的挺紧的 因为没有人连胜 就仔细拿了个20分 没有人连胜一直是输出赢 哪有空去算这个东西 我就是觉得不能让别人拿 能少拿就少拿 好我们看下一局 好到那间了 好 这局的话呢 可以整活选个丁源 讲道理这局整活选个丁源 也没什么问题吧 对不对 但是你们看到举兽没有 我跟你讲 丁源嘲讽高 举兽嘲讽低 我真不是为了选举兽 大家都很紧张 没有人的积分特别高的 我拿第二名也是 也是因为后面赢了两局中 对吧 也是因为中间赢了两局中 没有空去想这些的 肯定是能拿多少分就拿多少分的 我觉得丁源没有举手好 反正我个人是这么决斗 决斗 这波的话呢 有潘骏 不说 仔细这个有潘骏啊 侧谋正好是潘骏 然后这次冰封选流红了 不错 很有进步 无中生有 无中生有 对啊 今天的就是那么长 十局啊 我打身份局 从来没有打过这么长的比赛 还好我明天不打 我明天如果还得接着打 我肯定没空跟你们复盘 所以打决赛的第一天 我肯定不复盘 打决赛第一天 打完我就休息了 还要打第二天了 没空复盘 就今天呢 因为明天我不打 加上今天是五一嘛 我觉得 主要刚才直播间人太多了 不好意思就这么 怎么打个招呼就下播了 那有点不好意思 带你们看一看 顺便 顺便让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 三国杀 三国杀的比赛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咱们咱们就看看吧 这局其实蛮可惜的 我个人觉得 这局举授还是有发挥的 你说你选忠诚举授 或者反贼举授 被人喷 那就算了 我选个内奸举授 都要被人喷 那真的是 这个将尺又不昏 举授很差吗 这将尺又不昏举授很差吗 我觉得很强 两个钟还挺厉害的 说实话 这局反贼偏弱 我一开始觉得能打的 冰凉寸断 卖官运决 安民 讲讲就算了 他们非要看我输的那几局内奸 每局内奸都要讲 那这十局讲到什么时候去啊 这比百根奖的爱场 我也没辙 算了 想想我平时也挺对不起粉丝 经常一任性周末就不播了 这次好不容易 那个成绩还不错 是不该 是不该 是不该再放鸽子了 而且我明天后天大后天都播不了 对吧 比决赛的晚上我肯定是播不了的 除非第二天决赛的晚上 第二天决赛的晚上 要是赢了 再播 感觉再立flag 这边跳了钟以后 潘俊肯定会给的 他种乐他没理由不给 然后这里的话呢 有一个 来我跟你们说啊 我还顺便测试了一个东西 就是第二个出牌阶段 和上一个出牌阶段结束时 那两张牌能不能连上 顺便测了一下 就问你们牛不牛逼吧 平时还得专门派人去测 现在测出 不用了 当场实战 看到没有 当场实战就出来了 对吧 就第一个出牌阶段 和第二个出牌阶段之间是无缝连接的 不会少摸一张牌的 那我那潘俊跟举兽之间还有配合的 这里我实话跟你们说啊 真的 如果不是潘俊的话 我这个铁锁百分之百是锁潘俊 然后九杀潘俊的 就因为他是潘俊 这个九杀打不了他 但是这个不能怪侧蒙 对吧 那锁定机你能怎么办呢 这个真的是 真的是很扯的 你知道吧 所以说我只能锁顺号 关键是锁董卓也没用 对吧 只能锁顺号 就很难受 其实这个铁锁连环 对我来说也挺浪费的 如果要是过到一把长刀的话 我也锁盘俊了 挺规定的 对不对 真的很气 如果 如果我有一把长刀 直接锁潘俊九杀的话 这局 真的就我的局了 反正 反正反正反对别想赢 反对别想赢 我的话机会很大 七手死一中 搞餐两个反 对吧 李绝还算健康 剩下的反对是董卓这种瓜皮 怎么董卓关平这种瓜皮 最强最强的王平死了 刘宏也要看队友的 队友强则刘宏强 队友弱则刘宏弱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就是我的局了 至少也是有机会进主内反 或者进单挑的局 结果这个九杀打空了 这波砸了一下王平 种冰粮 杀 然后关键的回合种冰粮 没有那个官威出来 讨饭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讨饭 讨了个 应该不是讨了个讨 应该是 应该是兵略了两个讨 真的是牛逼啊 然后李绝就被打残了 这波 你别说这个直呼放的不错 啪啪啪一个爆发 这波一下子摸了四张 看到他只出一张杀 我就知道 这个只有一张杀了 不至于菜刀不受王平对吧 肯定只有一张杀 那孙昊挺惨的又被乐 然后讨饭 这波是给了董卓 杀 杀孙昊 好 咱们第一波结束之后后面也尾了 只能无能狂怒杀冰锋了 真的是惨呀 那留个红套杀算了 至少是个火杀 刀 杀 官威 无中 冰封这个 这个刘红 然后开南蛮 真的很 真的很难 就潘骏 潘骏跟李绝 他必须是靠议算来配合的 没有议算的情况下就不行 这边的话赶紧打无限啊 然后 其实啊 明兰他不是 他不是花色不齐吗 花色不齐的情况下有一个打法 就是锁自己跟王平 火攻自己 直接摸四张 然后呢 靠摸了四张以后 跟官平靠龙银 直接击杀李绝 你花色不齐的话呢 你这个火攻啊 你火外之位 其实是 其实是有问题的 尤其是你没红套的情况下 但是因为孙昊有无限 所以序别不大了 就算了 这边李绝又咋空 啪啪两拆 拆光 然后官威 你看这议算官威真的强 没杀中 这个添过乐非常的关键 不添过这个乐呢 反贼基本上无了 结果添过了这个乐 孙昊被逃犯 这是孙昊中乐流的牌 然后逃被拆 丑海翻波 又能奈我何 这真的是太惨了 这王平但凡重乐了 官平开饭间都无所谓 反正孙昊又死不掉 孙昊死不掉 孙昊留桃给李绝 我有俩桃给李绝 对吧 单纯死一个 那个孙昊无所谓的 结果王平 那个那一发 把孙昊打死太少了 这里我有个想法 要不要拿套旧王平 我真的非常非常有 如果我拿套旧王平 就是我如果拿套旧王平 结果官平还是收了王平 那就血亏了你知道吧 所以说真的很难受 这是冰封的高光时刻啊 就是给敌人放那个直呼 然后古丁刀一刀爆局 高光时刻 然后这局内奸又只有两分 哎呀 这局如果李绝不被速推的话 我的机会不小的 真的不小的 结果没有想到 竟然是这样的结局 假乐害人 还是那句话假乐害人 就是 就是那个忠诚中了两个乐 反贼添过一个乐 你说这个怎么办呢 是吧 真的是半冒钱的办法都没有 主公这局看过了 还有还有一局就是 大家等了很久的那局反贼 我知道你们在等什么 你们就在等那局反贼 来了 就是我打的最憋屈的那局 就你们就是也是最离谱的一局 就是 我连内奸我都能拿两分 这局是我全场分数最低的一局 我们来好好分析一下正确打法 好好跟大家说一下正确打法 应该是什么样 首先我起手开无限跳反 已经跳了反了对吧 然后 冰封跳中 这边主公是侧谋 大局一定 你还是放弃吧 这里的话 验珠了一发冬雨 无限可击 好 无限已经拼光了 这里 到国家 铁锁连环 决斗 这种局先推孙修没有问题的 不一定非要打孙号的 这个局一看就知道反贼火力不足 那只能从忠诚打起了 没办法的 好 开始了 你们觉得正确打法是什么 不是因为我 不是因为我手上有个无中生友 我开天眼我就说 这货应该刷郭家 你下家是冬雨 上家是郭家 这边有一个没有动过的夏侯敦 你可以提前把郭家 夏侯敦跟董雨 三个人的牌 合在一个人身上 立刻用 而且这个人还正好是董雨 我就问你 你怎么可能不刷郭家 怎么可能 咱就不说他选这样的瓜皮了 选个这种姜维 长得像内奸 还每回合给 设好额外送张牌 这个我说了 降框这个东西没办法 有的时候真的是无奈 没东西可以选 只能选瓜皮 不是他真的愿意选瓜皮 就只能选瓜皮 那你说这个刷不刷郭家 如果是 如果是村长或者曹李哥 这一刀早就刷郭家身上去了 郭家牌一给我 我无中一给 到了董雨会和 无中再给我下 我中一开 这个就 直接就过牌过起来了 实际上对面偏白的 除了个孙昊 不都是白吗 大家都是白版 大家都是白版 微小的排叉就是这么慢慢刷起来的 你跟对面什么 平坎 你一刀我一刀平坎 你一刀我一刀平坎 你拿什么跟孙昊拉排叉 对不对 你们想想看 让我那局的郭家选出来 多么牛逼啊 对吧 那同样是郭家 说到底郭家还是要靠队友的 知道吧 那姜维就这么咸鱼过了 那姜维咸鱼过 董雨肯定咸鱼过呀 当然他秉镇给两张已经不算闲了 别人不说 村长跟那个浮光百分之一百刷过去 就他们俩的意识百分之百刷过去 不是我吹他们 好到我们了 这个局有两种打法 第一种打法是先万键启发 再开五中 第二种打法是先无中再开万键启发 当然了 有人可能会说放万键启发 然后郭家遗迹把五中给东云 我跟你说 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把五中给东云了 你刚才那轮可以把五中给东云 现在把五中给东云已经不可能了 你别想他没事了 我想了半天 不如先开五中 如果掏两闪 我就直接给东云 一个闪一个逃呢 我想了半天 没必要先给东云 这让郭家给我牌 我再给东云也来得及 对不对 结果东云 东云是谁了 无所谓是谁了 我也懒得喷 就去挡王霜了 他为什么挡王霜呢 他挡王霜的原因呢 是不想让孙号外摸一张牌 这个已经没 他想牺牲自己了 你敢信啊 这个局他死了 我们怎么打 难道不是因为有国家有东云 我才开万剑吗 否则我怎么可能开万剑呢 对不对 然后而且关键是有击杀孙修的机会 对吧 那我肯定不能让他被收啊 我三个桃怎么可能让他被收呢 那我的桃为他算了 我希望他来撑血线的 这个乐是贴不到东云身上去的 祖宗不敢乐东云的 结果王霜拿桃救了 其实我跟你说就差这一个桃 本来如果孙修死了 这局能打 大优了 结果 祖宗逃多 然后 然后侧膜直接 顺刀 拆桃 这里就不说先拆先顺的问题了 因为他拆跟顺两张都是 必须打了才能 才能那个固定刀打我的 所以说呢 就不存在说一定要先拆后顺 他先拆也是拆桃 先顺也是顺刀的 他根本就不想要我那张手牌 所以说他如果没顺到我刀的话 他的拆可能就不打我的手牌了 他可能去拆将为的刀了 所以说先拆先顺 其实都有道理 跟那种那个名的有无限 你还先顺呢 就不一样 那我刚裂的话呢 只能拆装备 他敢这么打呢 就是因为如果我拆手牌的话呢 会被周泰爆 所以这局是血亏 真的是血亏 亏到姥姥家了 就起手那波没刷出来 就这么严重的后果 刷出来的话呢 这局主中真的没了 周泰跟王爽俩白本 就如果如果将为起手刷过 就周泰王爽俩白本 我该拿的万剑不仅不会少 而且甚至有可能 甚至有可能董运那个位置 开出无中的董运都有距离去杀孙修 可能孙修会死得更惨 不诸子权臣 然后燕珠 赤桃 加一马 大摩牌 哎呀真是羡慕不来啊 然后郭家开无骨 这个牌也是很一般 郭家拿了把刀 然后将为拿了火攻 我这边因为 我要么会被队友收 要么就是什么 董运等一下给我秉镇两张牌 对吧 就这个思路 所以为了给郭家加距离 加那个手牌上线 就 给牌了 但是我给牌的意思不是我就 不要自己了 这种局反贼 要减员也不是出杀减员 出杀减员真的 打不动你知道吧 打不过 这个肯定不可能收的 就是讲道理 讲道理你这个郭家 你不管收什么牌 也没用 就让后面的人收的 要收也是让后面的人收的 所以说我这就死得 非常的莫名 关键是 再不计 还有董运给我的两张 董运给我的两张 也比你直接收我要强 好吧 然后郭家 不卖 这个不卖也有问题 肯定要卖的 我给牌是因为我不可能 拿一张杀在手里 拿一张杀在手里 董运没法秉镇我了 这个 讲道理这种时候 必须卖 就你卖死了也得卖 因为董运跟你状态都不好 也是先杀董运的 肯定不会杀你的 没有人会杀你的 顺手牵扬 这波的话 这个乐非常的关键 这个乐 胜负手啊 这局游戏胜负手 众人与蝼蚁合意 这局的话 那侧魔师真的很 真真的很 就直接 就是这么猛啊 真的就是这么猛 直接把姜维给打残了 就没有人可以打 怎么办呢 就打你姜维 可是思路就很清晰啊 这波还好他没寒冰箭 我真担心他寒冰箭 有桃 秉镇给两张 到现在为止呢 都勉强凑合 这个铁锁连环 非常的 非常的吓人 然后紫棋很坏 蹭这个王霜 占着王霜便宜 然后王霜也没办法 毕竟反对还有三个 他总不能直接过了吧 对不对 然后这个董允 不多留闪 真的 这董允不多留闪 留了个男蛮在手里 这种局 我说实话吧 这王霜一直没动 王霜一直没动 一直没动 他不可能杀国家 也不可能杀姜维 他只可能杀你 这种局只能留闪过 你就别想没事了 然后那个董允死得 毫无价值 这波的话呢 侧膜就扭低了 这一波大爆发 一个九杀打下去 然后反对全部阵亡 奶妈这局就变大公呆了 但是这局不怪奶妈 这局是反对自己挂屁 可你怪不到那件头 后面也就不看了 奶妈很快就投降了 啪的一下就投降了 很快啊 然后 打完这些局的时候呢 就是其实晋级 打完这些局的时候呢 其实那个晋级形势 已经比较明显了 对 这九局打完之后呢 晋级形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就是侧谋 哪怕赢一局主中 他都晋级不了 紫棋哪怕输了 他也必晋级 我也是输了也必晋级 然后关键就是 是晋星 就是比较关键的是谁呢 比较关键的是晋星 八月 明兰 这几个就是他们的分数 就是晋星跟明兰的分数就差 就是倒挂的 如果是明兰赢的话 那就是晋星被淘汰 如果是晋星的话 就明兰被淘汰 因为最后一局的时候 冰封 冰封明兰跟八月一伙 那必定是明兰晋级 因为一伙的情况下 冰封跟那个八月的分比 那个明兰D 所以说 最后那局就关系到 到底是明兰晋级 还是晋星晋级的 讲道理 今天不管是晋星还是明兰 这打的瓜皮的地方都挺多的 今天策谋呢 实属倒霉 我们来看最后一局吧 看完这个 我们也可以 安心撤退了 反正 如果要说今天晚上谁打的最好 我虽然很想说我自己 但是呢 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两局呢 的确是没有后面打的那么好 后面真的是 可以说是算无一策了 前面那两局内奸呢 还是很有争议的 所以说我决定 今天晚上打的最好的人 就是紫棋了 于是乎呢 最后一局 两个百分之百晋级的人 开始整活了 我跟你们说 我选借黄盖 不是因为 不是因为自暴自弃 怎么可能自暴自弃呢 我选借黄盖是真的想赢内奸 我这个人玩内奸是非常狠辣的 你们知道我排放的 我这个人 就是因地制宜 随机应变的 我玩内奸的时候非常狠辣 为了赢不择守着 这波的话呢 起手去搞一下流程 失败啊 然后紫棋也非常的猛 直接冰孙后 好 然后到我了 这边的话呢 有两个打法 一个是炸相王以后开桃源 但是因为有真逃了 我于是乎决定先炸 然后开南蛮 如果开了南蛮以后呢 大部分人是出杀的 我就开桃源 大部分人是掉血的 那我就不开了 对 然后顺一下一级 这里看到了啊 为什么有杀九杀 没有打一级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 也算是 首先呢 内奸呢 没必要玩那么大 其次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匠石 一级还是很重的 就这个匠面 一级重 果然跟我想的差不多 然后 然后其实布列师 是被讲该小课的 但是我说了 这种局啊 你反对降况特别少 选不出什么东西来 铁锁连环 铁锁连环 此刻唯有死战 安能言详 然后 那看到潘凤跳钟 我觉得这一局还不错 再杀 这个 狂扶 这个奶妈 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那个流伞 就没有 没有防一发狂扶 感觉奶妈亏了 反正可能也是不敢赌吧 这波的话反得疯狂输出 结果明兰这边藏了个乐 我是没想到的 这个讲道理 棋手不敢乐 还是有点怂 结果被反乐了 当然也没有人想到 讲该会去偷孙号了 说到底呢 还是不敢忙 对 流伞是冰封 没来 你在打 你不知道流伞是冰封吗 这波凶了 本来局面还可以的 结果 突然之间 这一波大爆发 所以说 假乐害人 真的是害人 真的是假乐害人 好 到我了 这个局 咱也没办法 主攻都这个样子了 你不出力 也得出了 我是不可能 炸顺手的 还是只能 给心裁一张牌 这个牌呢 有一张决斗 可以用决斗 来打孙号 但是呢 考虑到孙号 有仇海这个东西 我先杀他一刀 他肯定不敢闪 所以说呢 我就故意骗了 明兰一手 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白赚了一张决斗 其实呢 明兰是在等 那个布链尸 拿套救他 但是布链尸 也不敢救 都不敢救 这个收了牌之后呢 缺杀 不敢直接决斗心裁 反正也没属性杀 那就重铸以后 决斗心裁 就很遗憾啊 这边 这边的话呢 有两个方向顺 一个是顺蒋干 一个是顺一级 我后来想了一下 应该顺蒋干的 顺了蒋干之后 蒋干尾尘 相当于我重铸两张顺手 对吧 相当于我重铸两张顺手 顺一级 也有点说不过去 虽然我是内奸 但是这样强顺一级 是有点过分 也不敢 不留桃 救主攻 只能过来 然后一级这波的话呢 没有办法 他只能给自己了 也看得出来 他非常的着急 非常着急 都没有给主攻 给自己了 然后他可能是真的 真的也是无奈了 他连不练尸都不敢杀 他怕流程收不练尸 他非常害怕流程收不练尸 然后一尸两吃什么的 只能杀我 防止被星彩摸牌 然后 这波的话呢 蒋干拆出来是扎杀 这个也没辙啊 其实打到这里呢 我已经觉得这局要凉了 然后冰封喝酒挂简衣 那一刻我就觉得凉了 因为他只要战绝星彩 就可以了 这波他只需要战绝星彩 就可以了 你知道吧 而且他不止一种打法 他有两种打法 一种打法是 战绝星彩 收四张 九杀完再战绝 哪怕四张牌断杀 他还有战绝一次再杀的机会 第二种打法呢 隐蔽性比较强 但是呢 也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双战绝不练尸 然后 他收三张 星彩 一排 然后星彩 星彩两排三血 就两血三排 就星彩会回到两血 然后变成六张牌 那攀缝半毛钱 办法都没有 就不管是哪种打法 都还不错 他选了最烂的一种 就直接双战绝 那你要知道 你打蒋干 必须打暴击啊 因为这边有一级的 你打蒋干 不打暴击的话呢 你这个拿一级怎么办 所以说呢 这个局呢 刘成 哎呀 这个 这冰封这一回合 反正我觉得 前面冰封那些 什么失误什么的 都 都都还好 也没那么夸张 一堆人在黑他 他值得黑的就这一手 别的我觉得没有 而且我说了 这是最后一局 打不动 其实我这一局呢 只是进内奸的本分 但是呢 局面失控 我也没辙 局面怎么失控的呢 孙浩连读统 蒋干失控的 然后我的话呢 就手气不够好 讲道理 黄盖 每回合摸五张牌 这个 一个每回合摸五张牌的黄盖 他手气不好 那就是真的运气不好 就老天不让你有机会以内吗 怎么办呢 然后 我已经 就就哪怕 我打那么中子气 也知道我是内奸 这大家都很 大家都很实相的 这边也没啥好说的 先炸强 先炸强了 开南曼入侵 炸个桃 结果不知道一级 是不是裸摸了一个桃 九杀一级 这个我也没辙 又裸摸一个桃 不知道是谁 真是夸张 就对我来说呢 这局已经没什么前途了 杀个钟拿点分 不要让自己的内奸分数太难看 杀了个钟 杀了钟以后呢 反正这局 就可以接受吧 其实杀攀缝 几乎不可能 我也不想主攻被反对头 这个局主攻被反对头 也挺惨的 这边 我出的是那张明伞 剩下那张是暗牌 所以说呢 紫期呢 也是没有管我 他去撸不练尸了 结果 结果他竟然猜错了 而且还币 而且他没办法 只能还伞 只能还伞 导致他酒杀我也打空了 但是那么我能不能 扣气找到机会呢 其实 其实我现在如果能够裸摸一个桃 真不一定没机会 假如能裸摸一个桃 裸摸一个桃 或者裸摸一个酒 不一定没机会 但是咱没这个运气 除了抢了刀之外 没什么好办法 这边 不练尸同志 也是很惨 他就是裸摸两勒都没用 又摸一戒刀 那么问题来了 收不练尸有用吗 没用 收不练尸呢 只会让场子更难看 说不定不练尸去买主攻了 我呢不想这么 刮皮的 这个局面发生 就 反正自己知道自己机会不大了 就算了 这边不练尸零了 还刮了一手 去掳讲干 这个显然撸攀缝的嘛 当然这个不怪他 这个局面可能 就这局来说 可能不练尸是最无辜的了 这局双拆黄虎啊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 全死了 最终呢是这个潘凤啊 拿到全场最佳 我后来知道咋回事了 就是全场最佳 就会莫名其妙 变成半个陈子的名字 好吧 那今天终于是讲完了啊 最终这个图 大家也看到了 好吧 反正最终紫期是第一啊 就是这局的主攻 我 我真觉得紫期打得挺不错的 你们能抓到紫期 什么明显的失误吗 反正 让人印象深刻的失误 肯定是没有 我的话嘛 两个 两个瓜屁无限 加上一个 那个争议非常大的陈 对吧 光这就有三手了 再往下的话 那么 陈兴 就是这两位也晋级了 那失误手 那可真是不少呀 那可真是太多了 再往下 没晋级的这几位 今天好像很多人喷冰封 我觉得 我觉得冰封还好吧 我真觉得 也没有那么夸张 侧谋的话呢 我觉得是比较可惜的 就是侧谋 被人喷的最多的内局 就是他内奸 被内奸赢的内局 但其实内局 他除了 左定没有好好破 而且他那个牌 可能破左定也不容易 他就是左定没有破好 他跟那个 内奸单挑的那场 其实我个人是理解他 原因我内局也分析了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 今天这场 是我最近打的比赛里面 质量比较高的 当然你们肯定会说 这他妈的 就我讲了那么多局 每一局都有瓜皮 这也叫质量高 我实话跟你们说 明天那场 肯定比今天瓜皮 我提前跟你们打好预防针 明天大家留点口德 好吧 就当为我后天打决赛 积德了 行吧 明天呢 我肯定不复盘的 我 我后天我肯定也不复盘 到后天如果进了前四 给你们复复盘 要是没进 最后什么 又是拿了个第五第六的 或者又拿了第八名的 什么的 你们也别怪我 我就腻了 好吧 但是呢 该做的 这个白根奖的影 该做的还是会做的 到时候决赛圈的录像 整一整 加上选手赛 稍微好一点的录像 整一整 讲一七百根奖谈还是可以的 好吧 那么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 这不知不觉都一点半了 我今天其实主要也是想凑点失常 因为最近这两天都没有办法好好播 明天不能播 后天大后天都不能播 因为你不能跟那个官方直播间冲突 你知道吧 你不能跟官方直播间冲突 那就没有播的意义了 比赛我本来也不能播 我本来想的是 如果我淘汰了 今天淘汰了 我可以考虑五月三号播一下 那现在 那现在 打比赛你们肯定没法播 所以说五一 五二五三三天我都得停播 要播也得五月四号 五月四号我还不一定有空 所以说今天就播一下 今天刚才这些东西我 看嘛 可能会做期视频 因为讲的也挺长的 也挺累的 好吧 那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待